对陈伯伟的把变 国民党是用转动的力量 全党动员下去罢免陈伯伟 加上家族势力庞大的严家 在民间党这个部分 很多人在看小英的态度 小英总统今天已经表态了 他说这个 今天在民进党中常会说 全国都很关注这次的罢免案 他要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件事 不要让认真做事的人孤单 意思就是一听陈伯伟 他说台湾的民主情话 应该是基于理性沟通 不是恶意报复 换句话说小英总统 这就是一项恶意报复 所以大家要站出来听陈伯伟 那我看今天民进党的领委 几乎没有一席是不站出来了 陈伯伟今天开始10天 100公里苦行 他要让他选区的这个选民看到 来我们来看微笑 这背影是立委陈伯伟的母亲 看儿子一路走来浑池湿透 先给一个温暖预报 你干嘛呢 没有你跟大家说你不是上海人 快点 陈伯伟声音听起来就像在跟妈妈撒娇 没敢强悍形象 此刻眼眶已经分不出是如睡 也开始远备 有的人选择招呼他别人的孩子 来拯救自己的小孩 那我们都没有啦 我们就心疼合意 剩不到10天的罢免投票日 3Q明显改变策略 启动100小时入行之路 因为下雨显得更苦 在学者眼中 这一趟被视为爱兵战略 以往3Q无论打选战或 国会质询大多都很强势 但面对严家以及蓝营压力 我觉得他改变策略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希望缓和民众 对于他的负面的影响 所以他透过100个小时 口径生的方法 比较柔软的策略 教授说 陈波维主打陆战 走访大街小巷 想拉高 不出门投票意愿 找回当初支持他的 11万多人 而空战则寻求友好党派 在网络社团争取年轻人认同 对此罢免团也以空战反击说 近于过去曾受到攻击 我们希望陈波维在过程中 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希望警察好好保护他 对于罢免门槛 以台东市选委会公告 第二选区上市投票人数 29万多人 因此盖下同意罢免票 要达到73744票 有效同意要达25%上 才会通过 赞同意 加油 被选一战金融倒数 面临最大在野党强劲攻势 蔡英文总统也在中常会指出 不要让认真做事的人孤单 守护发话表态 声明才 那我看这个瑞德有下去帮陈波维站台 那你看会感受到的是气氛就是说有怕陈波维怕跪逃 然后这个气氛再环转吗 我觉得从我买摆下去嘛 那天就够滑了 但是我觉得那天来 你如果站正义有人就跟你买极了 全部都买极了 我买极了 但是最主要原因是 我感受到那个乡亲的那个热情 威 台北 新町 芬林 嘉宜 台南 高雄 台中人那天都回来了 那天来了很多 那个陈毅琦这个主席在这里 那天没有动员 单单我们要集合的地点 三天换了三次 你知道吗 但问题因为一直到底要在哪里干什么 一直在安排嘛 所以来了又非常的感动 而且那个大家的那种热情 跟那种反感 对那个相关抹黑的反感 已经到了临界点 爆发的临界点 而且我觉得这几天的那个抹黑 已经到了极致 新百姓的议员呢 你去到去挺罢免 我没意见 你怎么可以说网路听到说 这个等于说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你又参加理会委员呢 然后高雄市政府 已经安排一个位置了 要给他议述 就是说陈博会 向北边没关系 那有一个位 你说不知道真的假的 但是向北边没关系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这不是违法 违反道德 违反最基本的这个政治常识 那这不是第一件 今天民进党包括新条 包括很多各派系 都带出来挺他的 你陪他走这段民主之路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郁其中 你在整个过程里面 因为你是党主席 你有感受到这个氛围正在转变吗 有的 他的政革氛围 尤其是国民党全膽霸凌 艺人 而且是用白鞋的方式 下去跟薄圍用白鞋的 因为他没政党性 白面没政党性 所以我们知道对手 必须要找一些其实没存在的白鞋 来做他的政党性 做借口就对了 那个白鞋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的很含 含到 其实有很多机器 这些都 比如说头头的瑞德大哥 在说 我们只要在那办甩命会进行 因为今天是开始苦心 进行我们办甩命会 办座丹会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 那些志工朋友 少年朋友 教这些都全部下去 甚至你知道吗 我们有一些志工朋友 他跟我讲 以前我已经 唱一星期的教 后星期开始 全部都买到那裡 所以其实那就是全台湾 有很多少年假 其实看不下去 你这样欺负人 太厚萬了 你们是要向白鞋 所以趕快去洗五个 这个 这个 不是 那些都不错 说到这个 甚至后来我们去苦心 你知道吗 因为最后要做出这一堂 对台湾民主很重要意义的一个投票 其实就是中立選区 台湾的選民 他们有这个决定款 但是所以我们后来 我们就想说好 我们走自己的道路 用两支腳来走 走到这个过去 我们已经在那个 那个選区 博博的選区 其实走得太多了 这次我们就希望说 邀请乡亲 在地的乡亲 用走路的方式 去感受到博博的一路 沿途 他自己过人的温度 我们用禁忌的方式去感受他 第二个 其实是买什么 买买买买买买买 买买买买买买 我们台湾基金也贴了 因为我们的董实在非常小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之前有说过来说 我做一个主席是斜港主席 我一个人要減高责工作 甚至我可能要寫新闻 甚至这都其他的董 我们家称三个 因为我们不逢一董就对了 所以其实我要说 为什么我们用那个 算不爱的 国民党用不爱 其实就是假消息 假消息 一个假消息 两个假消息 三个假消息 要来摘抗到这个 把变的节奏和议程 这个东西跟2018年 高雍去定目名其妙 寒流的算计很成功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 没有 我们不能让对他的节奏去感受 整个都变成 他们的新闻 把他们的操控整个选 那个整个罢免选战的 那个整个策略 我们走自己的道路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今天国民党竟然去告陈伯伟 好 告什么呢 因为二零一一年 说陈伯伟涉入皇冠 皇宫娱乐城赌博案 国庄地方法院那时候的 判冠书记载说 陈伯伟那时候是政人 他正用证人的身份 去说当天他是玩 冰果星球电子游戏机台 那陈伯伟现在是说 他去玩的叫做快打旋风 快打旋风不是赌博性电玩 那这个要罢免陈伯伟的总部 今天说陈伯伟做伪证 所以呢 用邮寄的方式 已经巨状向台东地检署告发了 我请教一下文元兄 这样还值得告啊 没有啦 我觉得其实他们总部要去凸显一件事情 的确陈伯伟在判决书的时候里面讲的是冰果星球 这压分的事情 但他对媒体说他去里面打快打旋风 那老实说啦 这主要是凸显说陈伯伟在第一时间 有没有诚实把当初的事实还原出来 我觉得这是他们要凸显的重点啊 不过回到这个来 这个罢免的事情 老实说民进党包含这个反反三Q的联盟都定调说 这市场这个反恶霸反二职的罢免 那老实说我必须讲啊 按照这个宪法赋予的 法律赋予你的罢免的权利 然后通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老实说我们是按照法律流程一步一步来啦 那你说反正到底二职在哪里 但我知道很多人说假消息干嘛 那其实我们也不断强调说陈伯伟当初的过去的过往嘛 好过往呢 包含他有没有在第一时间承认这些过往嘛 这也是他诉求的 那我会觉得不管是哪一种 好罢免这个权利 他是一个中性的 他是一个权利跟义务 过去我们在韩国瑜的时候 叫做民主罢免成功叫民主的胜利 那到陈伯伟就变成民主的倒退 同样的罢免有两种不同价值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嘛 包含我们刚才讲说 很多年轻人很鼓舞 包含我们看到高铁 又有这个大三学生反乡障碍 郭权不管他时间 时间点巧合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在这场选举里面 年轻人的确要回到中二选序投票 不管你支持或反对 你要让这个国家 你要让这个阵营的人 去相信说 年轻人是有判断能力的 能对资讯去做一个判断 不管是最后是赢是输 专写年轻人的价值 当然年轻人是不会被操控的 好这个是这个国民党党主席 朱立伦今天向小英喊话 她说 请蔡英文思考一下 是否全民一起共同反毒 反赌 反兆陶 难道要跟毒品 赌博 兆陶 站在一起吗 你如果不说就三零 什么 零提案 零通过 零科兴 零科兴 不敢说这样 但是虽然陈伯 是支持毒品的吗 支持白狗的吗 做主席 他照讨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太过分了 来 我们来看美食 我请蔡总统思考一下 是不是我们全民共同反毒 全民共同反赌 全民共同反兆陶 我们对于一位品德不佳 又不认真努力 又涉嫌过去涉嫌赌博 兆陶 同时 同时还主张要开放大麻 开放毒品的 这样一位立法委员 蔡总统 您的主张是什么 您要跟毒品站在一起吗 要跟赌博站在一起吗 要跟赵陶站在一起吗 我们一起来反毒 我们一起来反赌 我们一起来反赵陶 来 方老师要补充 我觉得特径扯太远了 什么反毒 反毒 那请问一下 现在是不是所有人 在打麻将的人 我们倒把他抓起来 难道是要这样子吗 所以我觉得 刚才这个委员说 韩国瑜罢免的时候 就说是民主进步 现在就说民主倒退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 第一个 韩国瑜他确实是 当上高雄市长 没多久跑去落跑 跑去选总统 陈伯文没有 陈伯文一直在立法院 从去年到现在 还被公督盟 平时见为是一个优秀的 立委 他的执行率是百分之百 这第一个不同 第二个 当初韩国瑜被骂免过程当中 这个陈其迈 有没有说已经准备好 我要去选市长 没有 陈其迈也没有介入在其中 可是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 要霸陈伯文的是谁 就是严清彪家族 我们昨天都已经讲了 都已经说要给严坤 一个机会了 你在里面操作 第三个 霸韩国瑜 有没有对岸的力量 没有 全部都是高雄市民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对岸 包含央视 包含海峡 海峡两岸的节目 是公开的支持霸陈伯文 这三点就不一样 所以因为这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觉得 现在的这个罢免 是一个恶霸 是一个民主倒退 所以不是说 因为都罢免 所以一个是民主进步 一个是民主倒退 内容实质不同 不是因为都 好像我们两套标准 双标不是 我觉得今天 这个要霸陈伯文 传理 说去告他怎么做伪证 说什么陈伯文 说是打快打旋风 事实上那个判决出 是谁讲兵国星球 我觉得已经无聊到 没东西培打 已经在讨论 一千块 还要说你一千块是零钱 还是纸钞 还要在那边分吗 所以我觉得看得出来 现在的那个 要霸陈伯文的团体 已经迟离既穷了 没有东西可以打 就玩这些有的没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陈伯文 他面临到的就是 五大力量的对他的包围 一个是国民党 大家看到了 一个是中国 然后一个就是 严新彪家族 一个就是3Q 霸陈伯文的团体 这第五个 连新党都进来了 这样连新党都加入了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变成是一个 不只是蓝绿对决 这是统独对决 所以他的价 他已经提升了 提升他的位阶了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过来这几天 很关键 要让年轻人觉得 我们就是不要严宽恒 因为现在本来这个 本来霸陈伯文是一个人的武林 他一个人 现在有对手了 是谁 严宽恒 霸掉陈伯文 就是迎来严宽恒 陈伯文被霸 就是严宽恒上台 那请问我们要严宽恒吗 我们要严亲包这个家族 严宽恒蛮有力量 23岁就上酒店了 对啊 当大人 这个人生经验丰富 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这种 上酒店的议委吗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今天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那朱约伦去把他扯到 什么反毒 我觉得那就扯太远了 这个专委员 其实是台大法律系 你觉得说十年前 用一千块 伪证罪 你觉得意义是什么 我如果是监察官 我是法官 我看完这个案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看不料 被告 我跟你说 他这个案庭 赌博罪本来就是很近 赌博罪的 敌非说你去聚众赌博 或是做骄韬韬韬韬 不知道说一年以下 如果没有赌博 看你在拔韬 你来三千 社会秩序 维护法而已 甚至有的也不一定会送 我意思是说 是没什么 没东西好拍 很出名的 什么 他不是很臭 他现在说他很臭 你注意看我 很趣 你发现一样 这个民间本帝 说要把发起罢免的人 现在不见了 不见了 现在都大胆 朱立伦 今天上来说 江启臣 江启臣 或是大胆 大胆 都中来 炎家这次是总动员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炎家总动员 也合理 他想要回来 大家说明明就没关系 人家商费 大家也都去打电话 打电话就叫大家出来 回答 站在炎家之河里 炎家 这个讲 国民党其实可以讲白了 就是我们眼光 逼你乘捕的 好借了 炎家可以这样讲 中国国民党可以这样讲 然后让社会大众来评论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理由 说到不然 不然说了 现在耍力在那里 但是这一场的一个罢免 衍生到最后 这态势升高 你说我们也大家 我们也要去 沉保卫 沉保卫本帝是一个人在那里 迫整个月 我们基金人就是开始在那里 我们本帝 怕你们没有整个月 还要去沉悟到你 现在不同 现在就开始问 沉保卫 对是沉 多少到几分到多 整个月到几分到多 没老百点准备我 老百点准备我 我们现在大家已经分工了 大家分工 党 其实你说 没有蔡英文总统 他我们的主席 当然没有正面表说 表述说民进党站出来 所以民进党 其实国会议员是全部都是站出来 去挺沉保卫 那所以这场到最后 为什么一定要站出来 原因就是说 这很多人看不下去就是 我们我们整个办公室里面接着什么电话 最多 我也吓一跳 都是年轻的 你怎么听穿不下 你不可以看人家 一个人在国民总统 他去 我们这样回头 我们好不容易把一个年轻的一个 一个民意代表把他选出来 现在为什么国民党要把他给罢掉 民进党怎么可以在那边看好戏 我说我哪有看好戏 我们本来就要跟他道修廷 所以我觉得基进党要去加油 基进党在这场后面的这样的十天里面 可以凝聚所有的一个力量 因为这已经不是我们基进党的事情 城堡的这件事 仅仅城堡现在也不是你们家的 因为这个又牵扯到对岸的力量 已经不是 就是说这一场就变成说 国民党他必须要去承担一个获作力很强 刚才说这段 在那边说我们民进党我们这些朋友他们都真的很疼 要站出来投票之外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站出来投票 是要保护在地中立参加的投票款 无记民投票 为什么说 因为过去我们之前有说 就是原主席 比如说即刚参加一个计票的这个 设计会后晚上 对不对 就接到电话下来 比如说 之前也有说保护 我们去有一个翁姓 其实他们家族的人翁姓 去把他折个紫廉花而已 结果你看 他的圖像就是马赛克 今天他还有一个消息 内心有恐惧 对 内心有恐惧 今天又有一个消息 那个一个季工 奇怪 明明他是因为 那个地方有五个区 有五个行政区 但是明明那个行政区 为什么他没有在地的行政区 来做季工 他说他都在另外一个行政区 他跟他说因为在地去 可以看到就不好 所以他都要作季工 又要遭遇不一样的行政区 可困难 对 所以那个中理選区 其实有一种东西叫做恐惧 恐惧 投票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的投票 会怕疼 那个当中如果大家都要投票的时候 对不对 这样他就不知道 因为这名字 听说已经炒下去了 炒了什么人 什么人有来出的投票 没出的投票都会知道 所以如果大家都出的投票 其实就保护到中理 他選出真正的民意 他也更加出来投票 所以出来投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 董事長 因为这个介绍在对严家的两个大本营 由于杀戮 杀戮大渡这一块 是严家非常强的地方 所以才会有刚才这个陈玉琦 主席他讲的 你在地方上会面临到一些恐惧 或者地方上你会觉得 你如果身事不够大的 这是我支持陈伯辉的人 身事不够大话 这些人都会躲起来 因为现在你看到是 罢免陈伯仁的声音比较大 可是问题不是 我在看这事情不是只有这样子啦 今天时代力量的 那个王伟源有讲一句 王婉玉 王婉玉讲一段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他的大意就是讲说 因为 这个这次这个罢免 那为什么是一种复仇性的罢免 他是国民党结合的地方派系 而且他针对什么 他不是挑执政的民进党 他挑一个 因为立法院没有几席 一个林长左 现在是算是无党籍的 小党里面只剩下 只剩下这个激进 激进党有一席 区域立委 其他都是不分区啊 不分区没办法罢免 你把陈伯辉罢掉 下一个林长左 小党就没有空间了 你如果从民主政治来看的话 就说陈伯辉做的好好好坏 是一件事情 怎么会在当一年七八个月的时候就把人家罢免掉 他是第一次当立委 颜宽恒不是被罢免掉的 他是因为那个大选趋势下输掉五千票 他是有连任过的立委 所以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不是单纯的用罢免 他不是单纯解释说 这是我们宪法赋予的权利 他没有那么单纯 国民党今天如果有骨气一点 你应该是挑战执政党 因为在执政的 有权利的让是民进党 你怎么去挑一个 只是一席立委 的一个台湾促进党 阿共的跟他挑美国来打 你也挑挑台湾 可是 所以你在看这件事情 我们在看这件事情 他不是单纯的罢免 所以为什么 他这次是有复仇 当然对朱立伦讲 他要利用这件事情 成就他自己 我刚才讲到郑立伦的事情 如果立法院 国民党继续硬干 这个事情也就乱扯很多 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知道 陈柏惟是国防外交委员会 讲一句比较严肃的话 台湾要不要发展 核子潜见这种事情 不是苏贞燦能决定的 为什么 国防外交是总统职权 台湾到底要不要碰 核子武器这一块 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你可以用那种叫嚣的方式去做咨询吗 然后再去 然后这个事情 有可能会让整个社会情绪计划 这样子的结果之下 未来的十天 台中这个选区二选区 会怎么样 是要观察的 一集中听说那里有开赌盘 都有听到 因为赌盘到沦来说 那真的是平行宇宙 就是说我们从来不知道世界到底生了什么 这个东西是真的假的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其实有跟前调的朋友 就在说这个部分可能要紧盯 还有在地的一些民进党的议员 可能在地上边比较久 不就不 你说这是那个会选 了解 那你听说 这奇怪的手法就对了 我听到这个瑞德 今天怎么会被指告蔡其昌 南影提告蔡其昌控制污蔑 说他说谎又护航陳柏惟 你知道这事吗 知道啊 还是怎样 因为最主要是蔡其昌 他在解说 那么陈柏惟当时跟民进党 他们在反对国民党所提出来的 那个什么4000万剂 他们当时讲的是说 要购买WHO核准通过的 授群通过的可以使用的这个疫苗 然后蔡其昌和陈柏惟 说他反对的是中国疫苗 没有错 他现在就说 我们什么时候说 我们也要买中国疫苗了 对吧 所以你是污蔑我们 你是妨碍民运 所以他们就去告蔡其昌 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这个地方 各位蔡其昌只要把跟陈柏惟 把过去几个月 以来 中国国民党的这些政治 头人所说的 全部都拿出来就好了 一大堆人 一大堆人不是说 为什么要拒绝中国疫苗 那时候所有的言论 还有说要打 包括丁守忠这些人 都要用中国疫苗 不是吗 还有人甚至于主张说 还有人直接干脆就在对面去 打相关的疫苗 那够一定不会成功 但问题是 他就听到跟你告 其实你今年很多人 就说要中国疫苗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他是故意的 那跟刚刚的那个伟政 我们才有律师 宗益雄以前做律师 也知道这没有意义 因为就我们起诉不起诉 整个月以后的事情 不好意思 我们像没几天 十月二三号 罢明案过了就过了 过了以后那些官司都不重要 还有另外 他到底一个月 一年九个月 陈柏惟 他本身表现好 立法委员 你说嘛 你说嘛 包括那个共産 你讲啊 你去讲 一直讲 他过去 那如果按照这样 朱立伦今天说 蔡英文跟民进党 难道你要支持 有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个等于说 品庆操守很差 我问你一件事 没客气说啊 中国国民党难道是 天道蒙 难道是黑道的 这个的组织 相关的这个 结合在一起吗 要不然为什么天道蒙 蒙主的儿子 在当你们的立法委员 那是他的原罪嘛 那不是他的原罪 没法算到他们的父亲 他们的父亲是天道蒙的盟主嘛 就这么简单嘛 那难道我可以跟你讲 我可以问你说 难道中国国民党是 主张跟杀人在一起的吗 不然你以前 中国国民党的议党 所以同样的一个道理 以前的事情 是发生过的事情嘛 那我们现在最主要是看 第一 他有没有回忆 第二 他有没有再换 第三 他一年九个月的表现怎么样 你都没去说这个 你又说以前怎么怎么 没关系我就没法从事政治任务 没办法做政治任务嘛 我有的没的 以前的事情都丫丫出来 只说去酒店就好了 我在做小的 去这小的主管去我百多次啦 我算不可以做 我算不可以算 是这个意思吗 是 蔡其昌很可愛 蔡其昌今天 说带我儿子去汤姆熊 以后不知道会不会被翻旧账 然后还拍照片 他在这里 他可能在玩那个电玩 这样 那这个来 蔡其昌都被打到 火炮打到了 表示我觉得这个霸Q的联盟 已经没招了 他又说了 蔡其昌说 总是提名黑道杀井卖药的政党 现在突然高标准检释别人 所以我常讲 民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你今天 你要罢免陈柏惟的民不正 所以你讲来讲 找不出好的理由 而且还会自家矛盾 你看他们说陈柏惟 执行率百分之百 很优秀 罢免团你说 你陈柏惟都在执行 都看不到人 现在陈柏惟要去 这个3Q要开始 每一个选区去行走了 他们就说 你应该要请在立法院 做好你该做的职务 什么东西再说 我在中央执行 你就说看不到人 我现在开始在地方 开始行走 你又说叫我回去 他还说他上电视政论节目 170小时也要罢免 对啊 我觉得今天林佳龙 讲话了 林佳龙说 如果这个罢免 只是去年选举的延伸的话 延长赛 延长赛 他说我们就再赢一次吧 我觉得林佳龙 很重要 而且跟腔有力 就是说 这已经是延长赛了 这不是罢免 这是去年选举的延后 那林佳龙当过台中市长 政绩很不错 所以我认为他也 可能也要动用他的力量 来帮陈伯维 所以他讲这句话 我觉得会让很多人 听了之后觉得 真的要回来台中投一票 好 那这也牵涉到国家安全 今天中国继续骂小英的演说 赤裸裸的两国论 那可是呢 民进党自己做了民调 小英的四个坚持 到底民调是怎么展现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来我们来看VC 中共军机持续亲门踏步 十月份的单日价值屡创新高 就连美国国防部都看不下去 显着中国挑衅造成无盘风险 更强调对台关系坚弱磐石 美方挺台不遗余力 前驻美代表处 政治组长赵裕翔分析 蔡总统的国庆演说 两岸互不隶属更符合美国对台方针 美国最核心的一中政策 其实就是基于说 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互不隶属的 是分开的一个政体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这几年其实包括看到 美国有站出来来反对 就是中国用军机 来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就是无论是美国 无论是蔡政府 对于说现在的两岸立场 都相当的清楚 就在共军绕台 力道加剧之际 外媒更报道 美军派驻在台 训练台湾军队 已经超过一年时间 警告中国意味浓厚 再加上南海地区 美军两艘航舰打击群 密集演练 串起第一岛链 被解读都是防堵 中共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中共对台的做法还是一致 所谓斗而不破 但是我不认为会走到 最后战争的这个步 那这也是为什么 总统不断地强调 我们绝对不会屈服 在中国各方的压力之下 蔡政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美国对台问题战略 也更加清晰 各国挺台态势明显 就为了稳定印太和平安全 好那么这个美国的国防部 警告中国 那另外是美国 也派了海军的远征机动基地舰 叫做米格尔基斯号 派驻到日本 在8号的时候 抵达日本的佐世堡基地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说 他批评美国派遣远征机动基地舰的目的是为了 岛链布局 打补丁 这个舰很大 它是美国海军三艘远征机动基地舰里面最新的一艘 今年5月才开始服役 全场有240公尺 宽有50公尺 排水量9万吨 仅次于美金现役的核子动力航空母舰 他这个他说 他可以从转移从海上到岸边的车辆跟设备运输 在没有港口可运用的情况下还可以提供资源 然后可以让武装攻击直升机 还有这个双翼的旋翼运输直升机 超级总马运输直升机 海鹰直升机 鱼鹰式请协议直升机 等航空器起降协助兵力快速的投射 那这个沈所长请教你 美国这个中国到底会打台湾吗 我们在判断一个国家或军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指标来看 第一个就是他的能力 第二个是意图 第三个就是时机 第四个就是可能当时的氛围 如果我们以能力来讲 当然中国跟台湾的对比 他能力比较强 他有两百位军队 他有两个航空母舰 以能力来讲 如果他要对台湾采取行动 当然是绰绰有余 但是如果以意图来讲 我们知道说他要武统 或者是要统一台湾 那当然也是其实 不管什么样的场合 他都这样说 所以就能力跟意图来讲 我想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就时机的问题 就现在这个时候他敢不敢 或者适不适合对台湾采取武力进犯的行动 当然就要考量台湾内部 中国大陆内部跟区域情势的问题 那目前就中国大陆内部的问题 跟区域的情势 以及台湾的内部来讲 我想现在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现在不是 那再请教你 那美国派这么大的舰停在这个日本的左士堡基地要干嘛 其实如果说你要兵力投射的话 第一个就是你的本身的基地 在国土里面的基地 第二个就是海外的军事基地 那如果你海外军事基地不足的话 你需要部署一个大型的船舰 当作前进部署的补给 或者是部队转换的一个主要的地点 那比如说我们看美国在夏威夷 在关岛 在日本 在新加坡都有它的基地 如果它要进行第一岛链的防卫作战 或者是攻击行动的话 它其实需要有一个大型的军舰 尤其是对台湾 如果它认为台湾的主要港口是很敏感 它不能使用台湾的港口的话 就需要一个大型的军舰 当作陆战队或者是空军 或者是直升机 一个前进补给 或者是部署的一个重大的军舰 好 那么跟大家报告 因为整个国际的局势正在反转 本来的哈佛北京苏苑 现在已经停了 那现在决定办二十几年 那现在决定来台湾了 哈佛台北苏苑 我们这个说 其实台美教育倡议很有功劳 按照政治大学东亚所所长王信贤说 十几年后趋势现在再度反转了 反倒对台湾有利了 他说已经有不少美国官方交流 移到台湾了 这个再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教育部长 潘文忠今天说 不止台大跟哈佛 我们全台湾已经有十所大学 跟美国二十一所大学 合作开始要交流了 这个部分 翻转请教一下张老师 这个台美之间的这个教育合作 其实是越来越密切 因为台湾这边 不管学术水准言论自由社会环境 跟美国是接轨 所以他当然很乐意 那像刚才讲那个哈佛的北京学院 以前是哈佛跟北京大学合作 在北京大学有开一个班大概九州 然后就是收一些这个哈佛的学生 耶鲁的学生 到中国去学中文 学中华文化 但是呢 现在哈佛说这个不要了 这个给他移到台湾 他的理由是中国方面不友善 为什么不友善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美国学生去了中国之后 他觉得没有自由 他觉得要批评 这个或者是看到什么不对的状况 他想讲 他要使用网络 发现连这个都不行 这个中国没有自由 所以他说环境不友善 第二个环境不友善 通常一个潜台词就是 中方对于去的美国学生 做一些美国不喜欢的行为 那这些可能不喜欢的行为 可能包括什么 吸收他们当间谍 因为这些第一个是美国名校的学生 哈佛或耶鲁 然后又来中国学中文 将来如果进入国务院 进入美国政府机关 很容易就会成为外交官 中国通 所以中国方面可能就看准 这些人是有潜力 所以就给他吸收 或者是尝试吸收 以前我们节目讨论过 美人计啊等等 所以这个美国认为 这个已经完全违背 原来学术交流的种子了 所以现在的理由就是 不友善 这中间其实就很有玄机了 所以现在移到台湾 台湾不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呢 台湾维持我们现在这种 自由民主的氛围 未来所以很多西方的 这个年轻人会来台湾 是因为中国其实针对很多国家 像以前我在澳洲 这个澳洲方面也对中国这个做法 也是非常反感 要嘛就是吸收 要嘛就是利用 如果不想被他吸收 不想被他利用的 这个你坚持自由的 支持中国的一些运动的 就会被他刁难 所以台湾都不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将来的学术交流 文化交流 跟美国跟世界国家 台湾一定会越来越密切的 十所大学跟美国二十一所 美国二十一所 如果一所派个几十个来 也不少人 对 其实这个本来过去几年 因为说二三十年 因为中国的国力提升 所以中国他大量到海外去 成立孔子学院 他们叫做汉语 我们叫华语 另外就是说他们叫普通话 我们叫国语 那中国他用的是什么 他是用罗马拼音系统 我们是用注音符号 所以两个学起来的结果 并不太一样 而且台湾有很多的语会 中国也不一定用 两边两岸还是不同 但是因为中国他的量大 他在世界各国 设孔子学院 他就他都有一个 中国式的托福 就是你的这个汉语的 这个标准 他有考试 他弄得很完整 还有教材 那现在他是一粮贯的 然后孔子学院到各个大学去 成立 我提供师资 提供教材 然后你来学中文 到后来大家都发觉 孔子学院根本就是个间谍组织 而且他设在每个大学 他变成一个独立王国 我这个大学 我根本管不到这个孔子学院 他就再在 例如说他哈佛 孔子学院在那边 你哈佛大学是不能管他的 你不能介入他的任何运作 你他的经费也是 完全不公开的 后来美国才发觉 这些孔子学院 根本就是假的 而且你透过这个方式 在渗透美国 而且你把一些美国人 来学中文之后 就把它吸纳成中国的间谍 到各个公司去 收集资料 现在不然欧洲 现在都把这个孔子学院给关起来了 为什么 就是他觉得对你有问题 相对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是叫做台湾疏院 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国慢慢增加了 然后变成说 现在反而是世界各国来台湾学 他不是说只是学中文 学华语 他还是会感受到我们台湾的文化 例如说我们看到 他们到北京去长城 我们现在就带他去九份 各有各的乐趣 那我们也有故宫 我们有故宫 我们可以了解台湾的多元的族群 所以那是一个软实力 那我觉得这是大风向变 过去我们请人家来台湾学中文 人家不太愿意 现在是人家主动 跟我们要学 我说实在 没在中国你不知道 我也是进去中国以后 才觉得说台湾跟他不同国 真的强烈的感受 因为那主要是制度不一样 那发展出来人的价值就不一样 灵魂不一样 这个人 这个人 一位曾经在中国大学教书的德国学者 近日接受德国媒体 德国之声的专访 他说他自己不想继续在中国 教书的原因 职员跟中国合作 必须要认清 你不可能有平等 他职员学校里的官僚体制 跟意识形态管制 荼毒校园 海尼格说 当时中国已经开始限制使用西方教材 这让海尼格不得不从海外订书 虽然当时校方有帮他订 可是那些教材都因为不明原因 被扣在海关 那我说不明原因 就是你散播自由思想 他的中国同事们也突然不再给外国学生上课 只有外国人才能给外国人授课 他相信这应该是从高层下打的指令 这个接下来这个在最恐怖 他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 二零一八年十月 他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教商业道德的课程 发现教室都装监视器 他感觉自己被监控 由于人权也是那一堂课的课程中的一个主题 因此他不敢在课堂上讨论相关内容 这也是他不想在中国教书的原因 这咱就知道在中国没有自由 所以大家对中国的形象就翻转了 因此一直跑来自由这个民主的台湾 等一下回来我们去讨论先休息一下 在中国最紅的音频就是长津湖 那长津湖看完之后 有个叫做这个网友叫做左右的右右 这个网民他在微博留言 他说韩战最大的成果就是淡炒饭 感谢淡炒饭 没有淡炒饭 我们就跟朝鮮一样没区别 当然可悲的是现在也区别不大 结果他一起写完 南昌市公安局就把他抓了 因为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应烈的言论 造成不良影响 关他十天 先请教一下专委员 你怎么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听不懂 不知道 我再来解释一下 关十天我觉得是他运气好 他污蔑了毛泽东的儿子 跟各位讲毛泽东的儿子叫毛安英 毛安英 毛泽东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们事实上总共派了297万左右的部队过去 最前线的全部是国民党那时候投降的 或是被俘的 去当炮灰 去当人海战术 那为了怕人家这样讲 所以他就把他儿子毛安英也派去 那时候的元帅叫彭德怀 那彭德怀哪有可能国家主席 总书记也好心 真的上前线 所以就带在旁边 那刚好美军那时候都一直轰炸 一直轰炸 所以那一天彭德怀下了一个军令 所有的人在天亮之前 把所有的早餐全部都给他吃完 天亮以后 所有的部队不准给我煮东西 不准有烟 烟一看到的话 美军就丢炸弹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毛安英 毛公子啊 他要吃蛋炒饭 他要吃蛋炒饭 你以后对吧 他就不可以了 不可以了 不是他睡得更冷 他睡得更冷 爬不下来 所以他要吃蛋炒饭啊 早餐要吃蛋炒饭啊 然后呢 所有人都说这个 可是彭德怀元帅下令不可以嘛 我是谁 我靠美元朝 我毛安英 我毛泽东好心 所以叫他的厨师煮 煮了以后 是不是研究起来了 六架美国跟澳洲的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 那个那个盟军的那个飞机啊 炸弹 啪啪啪啪就下来了 就把他给炸死了 所以这个故事 毛安英炸死了 对 所以毛泽东就觉得后了 他就没有儿子了 所以这个故事就叫做蛋炒饭 你竟然敢在中国那边写蛋炒饭 那当然把你抓到那边啊 你侮辱抗美元朝 因为你知道吗 其实说来很讽刺 习近平什么都要学毛泽东 对不对 你没有发现毛泽东一生 中期一生不太讲抗美元朝的故事 因为抗美元朝是一个很丢脸的故事 只有四个人 四个部队超过四十五万人 所有部队超过几个家区 三百万人 再加上儿子又因为蛋炒饭事件 炸死在那个地方 所以毛泽东都不提这个事 哪胡不开提哪胡 那中共这一次为了要捧这个 那他为什么要特别 这一次为什么号称卖座那么好 紧简单嘛 我问你 他不是抗美元朝吗 所以他要打美国人说 我们当年多英勇啊 那个零下三十度到四十度 我们解放军都可以打 死光了 这几个连几个赢都可以打 结果事实上 那么所谓的抗美元朝 是中共一个很丢脸的战争 那韩战是什么 就是韩战 抗美元朝是后期 前期是那么 那个韩就是韩国 所以他用这个东西 韩战韩战 他是在讽刺 他在讽刺结果没想到 他如果在台湾讽刺就没问题 他在那个地方讽刺 我说坦白了 他关他十天对吧 生意好運 我现在很惊论他是不是关他十年 有可能是关十年 这样你听懂了吗 阿共我现在听不懂 你还听不懂 阿共我这种世界 已经都超乎我的想象 你像你初前说是怎么人家没问题 我没有跟你中国继续合作了 我走来台湾就好 思想全部都要去改过 所以这种国家 你说他越境越境越境 境到未来 我想我一直看 越进步 他会越败通敌 人进步就他一定会越来越高拐 台湾也要注意 什么蛋炒饭 关于十天在怕死 我补充一下 刚刚不是讲到那个 很多世界各国的那个 包括哈佛这些都移过来吗 之前事实上你忘了 包括很多的媒体中心 媒体驻北京都移到台湾来了 他在台湾 他在台湾知道的信息 可能还比他在北京 台湾到了还好多 那至于说 我问你 他为什么能够掌控 他们这外国人那么厉害 他号称七秒钟 在全中国可以抓到 你的天眼计划 那个监视器 整个全部都给你理解 那么事实上 他们现在连网路都很可怕 我因为要联络一个女明星 跟我很熟 所以我就私底下搞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秘密微博帐号 我们在私讯哦 私讯到一半 突然间有一排字跑出来 你们两个的对话 以违反国家政策 怕死人 我们两个在私讯 私讯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电队电队 我跟你就可以过聊 我们两个在私讯 旁边有人在看 看你们两个在聊 我从此以后不再用这个帐号了 你说中国是怎么样 怎么样监控 我们年轻人知道 他们私讯的时候有人在旁边看 有人在旁边干涉 那会怎样 好 就说即便你用不是直接的语言 你还是被抓了 重点是因为这个蛋炒饭 为什么会被抓那么紧 这不是随便乱讲的 你知道当年 当年麻烦军死的时候 他们军报里面是没有讲这些的 就是讲他被空袭炸死 只有讲怎么样 第一波是四架美军经过 经过之后后来又有四架过来 四架还六架过来 然后在那个时候被炸的 他在办公室里面被炸的 后来 等到后来隔了很多 1993年以后 1997年后 才有当时彭德怀 这个司令 因为他在司令部里面 才有他的办公室主任一个叫杨迪 写回忆录的时候 才写出说 他们那个时候要去搞蛋炒饭 要炒饭 第一 他刚写回忆录的时候还没有蛋 但是后来2003年 2002年 他在那个回忆录有新版的时候 才有蛋炒饭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蛋的问题 那个时候共军根本没有物资 你知道鸡蛋是非常珍贵的物资 是补品 对 麻烦军 是蛋炒饭 天寒地冻的 其他的解放军都没有 没有饭可以吃了 都是用啃的 你还有可以炒热饭 因为你炒饭才会被有火光才会被发现 更早其实还有讲 还有一个版本 其实这个也不能也要被静起来 就是说烤苹果 但是他们说其实里面有很多人叫他冠死 大部分都是冻死的 他其实 大部分都是冻死的 都是没有吃蛋的资格 对 那个时候因为供应很缺乏 只有病患 伤患才可以吃蛋 但是他是没有这个资格 结果呢 如果说他因为吃蛋炒饭被炸死 那就直接违反当时的规定 所以只说他殉职阵亡 后来慢慢的比较解禁之后才说他为什么死掉 是因为吃蛋炒饭 那这个大家一看 你这个就是有特权 违反规定 所以才会遭到这么悲惨的后果 那时候你刚刚宏颐讲要冻死 有没有 在一场战役里面 当然冻死人超过两万四千个人 有一个美军呢 他在美军在回忆 他们那时候不是两边对峙吗 他说他怕死 为什么 他们的吉普车经过的时候 意外发现那个马路旁边 有中共的那个伏击 就是伪装 然后在马路上 一想说死啊死啊 他看到想说死啊 为什么 他如果这样的话 一定会被对方见面 结果他停车跳下来 他怎么都没有声音 就后来仔细爬过去看 全部冻死了 整个连全部都冻死了 所以那时候冻死的人非常多 因为大概是 听说是朝鲜 五十年来最寒冷 是零下四十几度 我这样你说的意思就是 中国就是因为没有自由 所以为什么现在西方 慢慢的跑到台湾来 台湾因为民主自由 你说民主自由有多可贵 我们再看一个说 财经媒体的人 我说罗昌平 他也一样 在看完长津鲁以后 他在微博贴文里面 把中共所说的冰雕连 称作沙雕连 结果呢 结果竟然就抓了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壮 刑事拘留 微博账户封杀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知道吗 难想象 难想象 因为因为他说 在长津湖战役中 很多中方士兵 因为没有足够的东庄 而被活活冻死 他说瑞德说 冻死多少 两万几个 中共官媒把这些被冻死的士兵 称为冰雕 那可能一整个连 所以叫冰雕连 叫你条例 你给他侮辱 杀雕连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是说 有人在检查 有 虽然你损 这个就是习近平上来之后 上台到现在十年了 过去在胡锦涛的时候 江泽民时代 你只要不谈政治 基本上你 有些屈所什么的 基本上都可以容忍 现在就越来越紧了 连电影里面 大家开个玩笑都不行 所以我觉得就在习近平上来之后 这种言论的紧缩 其实为什么我们刚刚看到 这么多外国的学校 他不想留在中国 压力太大了 我在里面 你不想什么时候会做错 而且讲错话 你搞不好用我什么间谍罪 把我抓起来 就跟加拿大的外交官一样 就被帮你抓起来 没有法治 大家会觉得在那边 随时都可能碰触到危险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 可怕教室竟然有监视器 教室都有监视器 像我也有学弟 他们在中国那种学校 大学教书 他们当然都讲正面的 可是问题是你从教材 不能用原文书 不能用英文书 只能用中国的书 然后另外就是说 你的教材都要审查 你上课里面学生都有安排 专门在听的 做记录的 如果你讲了什么话 很快的系组都知道了 然后就说你怎么 你这个如果被抓到的话 很严重 你可能连当老师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你在中国 你拿了博士学位 没有当老师 你根本没卖鸡排 卖博士鸡排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 但是我不知道 抗美援朝是1950年 到现在为止 已经是70年前的事情 在歌功 还在歌颂 但是北韩人 北韩到今天为止 从来不感谢中国的抗美援朝 他们教科书从来不提 他们说是我们自己打下来的 因为北韩 所以你跟他说 北韩也不感谢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毛安音的事情 北韩也不记念他 所以看起来中国常常 我们跟北韩是什么学一般的同盟国 当去年发生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 第一个关闭的边界就是北韩嘛 所以你说真的中国真的发生什么问题 北韩会帮他打仗吗 不可能是 这个说山西线因为暴雨 毁了家园 那本来说有27个矿坑 这个封闭 现在说有60个矿坑 那这个因为有175万人受灾撤离 那中国官媒整整沉默 八天后才报道 更离谱的是说 中共的高层 现在说发了两亿台币的救灾金 就说网路上骂翻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翻100亿四块的代表 说买一个便当而已 那其实这个中国三西 听说煤矿的矿主都很有钱 是这个这次的这个洪灾 三西煤矿首当其冲 开采的矿坑跟运输的道路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其实三西的煤老板 以前是中国最阔的人 非常的有钱 都是称为这个土霸王 在以前胡锦涛的时代 那个胡锦涛的办公室主任叫令计划 令计划那时候全请一时 他的儿子叫令谷 那有一个三西煤老板 就想巴结这个令计划 就去找到令谷 就说可不可以安排 你跟我爸爸 就我跟你爸爸照一张相 照一张相的话 我就送你一台超跑 人民币四百多万 人民币一百四百多万千几万代表 两千万那就是一比五 对照一张相就好了 就令谷怕他爸爸分气 就说这个很难 要不然我这样好了 我带你去我爸爸办公室看一看 这个中南海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进去的 三西省委书记都不一定进得去的 结果那个美老板就很高兴说 好了这样也好了 于是就去看了一圈 就送给令计划的儿子令谷 一台超跑四百万人民币 就手就很大方 结果令谷开了那部车 就在北京就成为最有名的扩哨之一 在二零一二年的八月 不幸发生车祸死掉了 结果他这样一死 这个先出了一大串事情 因为这个媒体跟官方 就找这个机会 让习近平上位的机会 因为就发现原来令计划这么腐败 这个这样子就可以收人家一台超跑 所以这个习近平就用这个机会 斗令计划 问题是令谷被车祸的时候 他旁边坐着一个 没有穿衣服的女生 两个 两个 那个超跑挤不进去三个人 是所以习近平就抓住这个机会 做令计划的腐败 令计划腐败当然就是胡锦涛腐败 就用这个机会把胡锦涛整个斗狂 就上位 所以三溪梅老板 在中国的政治上